在夏至那天,太陽會跨過烏假因的正宗 烏假因處於北緯二十三度 我們稱它為北緯歸善 就好像格林威治天文台 在英國人眼中一樣 烏假因是印度人心目中的世界中心 他們有本事計出一年時間有多長 不猜只是幾秒 印度人又發現 觀察天體的另一種重要的數學方法 就是現今所說的三角鶴 三角鶴在某方面特別有用 例如當目標太高或者太遠 不能夠親身量度,就可以運用了 例如我們需要一枝樹幹去做支柱 樹頂太高量度不到,我要去找一點 可以和樹頂形成45度角 可以跟樹頂形成45度角 樹幹和地面成直角 在我這邊的角是四十五度 它們的對應角也是一樣 當三角形的兩隻角相等 和兩隻角相對的那兩條邊 長度也相等 於是樹的高度 就等於我們所走的距離 我總共走了十五米 所以樹的高度應該都是十五米 如果我再走遠一點 在我那邊的角度就會相應縮減 而三角形相對應的邊 也都很自然會改變 當斜邊的長度增加 最近我的角度 度數都會縮小 最近我的角度三十度 斜邊的長度是三十米 而樹的高度和斜邊的長度 比例是一比二 這個就是三十度的正延值 三角學的基本概念 來自希臘數學家托勒文 但是希臘人只知道幾個角度的正延值 不過希臘人只知道幾個角度的正延值 那些數值表 幾乎完全切合現在我們所知的三角學的數值 印度的確是現代三角學的誕生地 珠木浪馬峰 在1856年 有人登上這座全世界最高的山峰之前百多年 它的高度已經由三角學斷定 是八千八百四十米 不單止這樣 印度人利用三角學 還能測量到更遠的距離 就是地球和太陽的距離 當如上呈現半月的時候 地球、太陽和月亮的位置 形成的角度更乎直角 地球那邊形成的角度 是八十九由七分之六度 這種是我們測量樹的高度所用的 那類計算方法 太陽那邊的角只有七分之一度 由於印度人掌握了正延的值 於是可以代入數值七分之一度的正延 是四百分之一 從中他們明白到太陽的位置 比月亮遠四百倍